整個台幣股市表現裡頭 會不會隨著國際股市裡頭 包含在美中貿易大戰 休戰之下 有一些轉折跟這個相機呢 另外一方面 台幣股市裡頭 今天打開報紙所看到 不曉得全職類股都釋放積極力多 對於指數上的變化 會不會出現有大力推升的作用 馬上為您要求的是韋傑 韋傑你好 蘇文哥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是韋傑 這一兩個禮拜下的話 似乎整個股市的氣氛有點轉變了 沒錯 尤其在這兩天我們所提到的 這個所謂的貿易大戰 開始有些轉折 或者是休戰這樣的計畫 會不會讓全球股市應聲上揚 韋傑其實從這個現在目前 道琼的這個盤後盤的電子盤開出來 它是呈現一個往上大漲 190點的一個狀況 那麼當然如果從道琼的日K線圖去看 在上個禮拜 我都還是呈現一個橫盤整理的一個盤式 那麼預估其實今天就有機會來封閉 我們之前所提到的這個空方的缺口 那一旦這個空方缺口就進行封閉 那麼就讓整個美國股市能夠變成一個轉為為安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再看到 NASDAQ科技類股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目前也是維持在一個橫盤震盪整理 那麼預估呢 這個中美貿易大戰的一個停戰 它應該是會讓整個NASDAQ的指數去回補掉3月19號 因為川普宣布中美開打貿易大戰的這個空方缺口 其實這個消息面跟過去的整個K線上面的一個技術面的對照 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只要是全球股市當中因為貿易大戰所留下來的這個空方缺口 按照道理說 在中美貿易戰宣布停戰之後 都要進行回補 那如果一旦是進行回補 那表示其實所有的漲跌都是來自於貿易戰的一個關係 如果沒有被封閉 那就代表其實有人在這邊混水摸魚 趁機調節股票 那麼反而對未來的股市都會造成一些隱憂的狀況 那上個禮拜五的美股表現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科技類股的部分 這個板塊越大其實代表佔權值越重 包含像是亞馬遜 這個蘋果其實都是在平盤附近做震盪 Google回檔幅度相對比較深 但是我們看一下在銀行板塊 在JP Morgan Barkley跟這個City 就是花旗銀行的這個跌幅的部分 是相對比較重 甚至連富國銀行跌幅也將近來到了一個百分點 這是我們過去比較擔心 美國股市的一個結構上面出了一個問題 那麼禮拜五的表現是這樣 那我們把時間拉長到一個禮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視覺圖的反應就完全不同 你會看到其實從整個板塊上面去看 變紅色的其實就是屬於下跌的狀況 Johnson & Johnson這個生技類股的全值股跌了兩%多 那亞馬遜也跌了將近快兩個百分點 蘋果過去一個禮拜回檔了1.2個百分點 包含像Google 臉書跟微軟其實也都出現了回檔的一個走勢 甚至在最先鴻的部分我們看到Cisco回檔幅度竟然高達將近快6個百分點 那麼在整個金融板塊上面回檔其實也相對的比較深一些 所以其實在整個美國股市在過去這個禮拜當中幾乎可以說是進入到了一個漲多拉回的一個狀況 那麼今天晚上的美股能不能夠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這個停戰而有所改變 出現了一波比較明確的持續的上攻的一個架構 我們就要持續留意今天晚上美股對於這個消息面的一個反應 好 到這反應的話非常非常重要 那麼在整個國際股市變化當中的話也或許我們利用一點時間也來看一下目前為止的話一些雅股的行情 日經還是一樣在平凡以上做出一個小環盤的反應 另外一方面的話也來看到是在韓國股市的部分 韓國股市則是一個開平之後震盪走低 而且滑下的幅度的話大概跌到0.5一個百分點 這個反應的部分的話那麼也要在進來做觀察 好 回頭來看一下下來看到今天新聞面的重點呢 首先就是美中貿易大戰停火發布的聲明 這個聲明開始的話其實應該怎麼做觀察 包含在美股盤後盤的部分的話或許電子盤部分也可以一併來做關心 第二個所看到五大外資暢脫在台系的手機供應鏈 不只如此喔 蘋果相關的概念股當中的話 現在似乎傳出了一些好的消息 他說3月份的話這個蘋果iPhone X賣得最好 但是賣多少這會是一個重點 最好之外的話到底賣多少 那麼台積電7奈米的話6月份放量出貨 以及鴻海大陸廠備戰新機的生產 這一連串的重點裡頭看起來也都跟蘋果是有所關係的 您能觀察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美貿易大戰的部分 他雖然說停火 我們來看一下他針對哪幾個項目去發表聯合聲明 那麼最主要我認為是在科技產業的部分 會是比較重要的一個重點 那麼這個是昨天這個新華社發表的一個圖卡 那我們簡單就帶大家看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重心就會來自於專利法的一個修訂 也就是在科技產業智慧財產權 對於這科技公司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麼其實美國就是為了要防堵中國大陸持續的利用 美國的這個科技產業的技術去發展他們的一個產業 所以其實針對於這些相關的智慧財產權的這個制定 那有一些看法 那麼雖然說有一些專家是提到說 這一些的這個聯合的聲明都沒有提到細項 但其實細項要去談是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存在 但至少就短線上面我們看到 中美的貿易大戰是呈現一個停戰的狀況 我們剛剛有提到 只要所有因為貿易大戰所留下的技術面的空方缺口 就會因為這個消息沒有要去進行回補 如果沒有回補那肯定除了貿易戰還有別的因素 所以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在盤面上 可以幫大家做掌握的地方 那麼另外呢 在整個這個五大外資唱多台系手機供應鏈的這個部分 我想其實最重要還是在蘋果產業當中 那蘋果的供應鏈其實在國內 也算是占全職的一個科技類股 那麼雖然說這一次的這個外資是調升了 這一些供應鏈廠商的這個平等 那麼也看到了一些跌升反彈的一個契機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留意到 四月份的營收公布出來 這一些的這個蘋果供應鏈的這個手機廠 雖然我們看到有一些它的營收是成長 不過最主要的一個追貨的動能是來自於 救機種的一個營收 那麼救機種其實我們在整個外資所發表的 一些言調報告中 我們發現到一個重點是 其實外資也發現到 它從來不會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 蘋果的舊機種 它的這個針對供應鏈廠商的策略叫做 逐年調降價格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供應鏈廠商在生產我的手機的時候呢 只要是生產舊的手機 你的價格呢就一年不如一年 這個除了PCB轉任何一個供應鏈廠商都是如此 那麼iPhone 7其實就目前看起來是在四月份營收貢獻的最主要的一個來源 但是大家留意到四月份的營收它是有營收而沒有獲利貢獻 因為它的這個售價成本供應的這個價格其實是不斷的在降低 那就當然會影響到毛利率跟營益率的表現 所以其實在蘋果供應鏈的廠商當中 如果它不是參與到新的手機的生產 那麼它的毛利率跟營益率其實在未來都很難出現很明顯的提升狀況 那麼在整個國內的供應鏈廠商當中其實要留意到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2330的台積電 他說7奈米的部分在六月要放量生產 其實一般來說台積電它的旺季就會集中在下半年 所以其實下半年本來就是旺季 那預估今年的台積電它的營收的成長 還有來到10%的一個狀況 相較於全球的半導體產業成長來到5% 其實表現相對好很多 但是要稍微留意到一個重點 目前台電的一個主要的訂單都還是來自於在手機 那手機的晶片代工是來自於蘋果跟高通 那麼當然在貿易大戰結束之後呢 對於這些晶片的廠商的下單 是有一個正面的一個提升的效果 但是要留意到在高速運算這個區塊當中 HPC的相關的晶片 雖然說有賽林斯跟超微的這個客戶的加值 但是因為在高速運算的這個領域 它的商機其實還沒有很明顯 只是說稍微都有投片有量產 但是這個營收成長都還不足以成為台積電 成長的一個力道加值 好 維西我還特別追問一下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事實上從報紙上頭可以看到不少的積極力多 沒錯 看起來都還不錯 可是光從台積電現貨的走勢的話 還是一樣相對偏弱 在ADR走勢裡頭也是弱的 您的觀察呢 台灣其實在台積電ADR上個禮拜 其實也跌超過一個百分點以上 那當然它反映的除了是在台積電 它自己法說會當中所提到 下半年的營運展望是比較保守之外 我們還是要留意到其實過去能夠撐得住台積電第一季營收最大的動力來源 就是比特大陸的這個相關加密貨幣的一些訂單 那麼傳出來這個 我們今天所選的這則新聞當中 它的內容其實是有提到 在比特大陸的訂單 是傳出說有訂單 是以太幣的這個開發的晶片的訂單 不過連台積電自己內部都對於這些加密貨幣的這個 貨源是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素 所以其實基本上不太會把他們納入一個常態性的訂單 再加上其實在NVIDIA的執行長 其實他也提到一個重點 在第二季的這個加密貨幣的相關的營收 其實它是呈現下滑的 它絕對是只有第一季的三分之一的營收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全球的比特幣的這個大幅度震盪的過程當中 全球對於加密貨幣的這些設備的投資 已經開始進行了一個降溫的一個效果 加上各國政府 包括像是中國 美國 還有韓國 其實對於加密貨幣的這些開採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這個發展 都有一些相關的禁令 好 我覺得除了加密貨幣這個事情之外的話 其實五窮 六絕 七上吊 傳統的淡季 尤其在電池類伍身上 有機會擺脫甚至扭轉嗎 那麼歷史經驗當中的話 目前為止的話 股價表現往往都要先走跌 沒錯 好 我想其實從這個股價表現看得出來 台積電它目前還是比較弱勢 那五窮 六絕 七上吊 這個其實一般來說就是一個 台北股市電子產業當中的一個 很難擺脫的一個宿命 所以其實在進入到淡季的效應當中 我們只能期待這些利多消息 不要變成是用利多來出貨就好了 那當然今天的台積電的股價反應 就非常的重要 它能不能夠打破過去短線上的一個 短空的形態 甚至能夠進一步的帶動 它在短線的一個形式 打出了一個相對於屬於 W底的一個狀態 看能不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反應 如果可以 那麼在短線上面 台積電的確是有一些帶動的效果存在 如果沒辦法 那麼真的在今年台北股市當中的電子產業 一定要非常非常保守看待 好 那麼也麻煩打出2317 鴻海的部分這個技術線型來進一步的做觀察 在鴻海的部分的話 這股價表現從原本的衝高 結果還是一樣又是一個回軟 可是它的量 確實跟它的線型是一樣 卻是一個萎縮下跌是量 說能不能期待走穩 那麼反應看起來釋放也是積極力多之下的話 怎麼判讀呢 那其實鴻海在這一則新聞當中 它是說這個大陸廠要備佔新機的生產 其實每一年鴻海都是 在相對的這個時刻 它就要去準備 這個下半年蘋果新手機的生產 其實這還蠻正常 那只是說因為最近 鴻海的表現實在太差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上個禮拜一 那個減肢的力多之後呢 就一路的往下走跌 那麼這一根大量就會變成是一個出貨量 那我們是不是那一天禮拜一 在節目當中 我們跟舒淺哥還一直提醒大家 相對來說 鴻海是不是要稍微保守的停看廳 不要因為這個減肢的力多 就馬上衝動的跳進去購買 那所以其實在整個鴻海 過去因為籠罩在一片利空的陰影之下 所以其實只要一出現 積極的備產新手機這樣的一個新聞 其實全市場就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正面的解讀 但是我個人認為 針對於鴻海這間公司的營運狀況 大家還是中性保守看待就好 不用太過積極樂觀 好 委訣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先從這個三大又是利多了 另外一個的話 OPPO的新界的訂單 聯發科也是全之類 IC設計的龍頭指標 能不能真的獨善騎車 而先去建設整個IC設計 第二個 群聚效應之下的話 台光電大陸擴產 那麼之前也是重要的標股 那麼現在到底機會大不大 西域水利場營運拼 更上一層樓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2454 聯發科的日K線 那我們大概從這個股價的表現 稍微來掌握一下 聯發科未來的一個看法 這個股價其實就是市場 對於聯發科未來發展的一個共識 那雖然說稱不上是一個重挫發展 不過也盤跌了一段時間 那再加上法人籌碼是一直不斷的去做減碼 所以其實對於聯發科未來的一個展望來說 重點看起來好像不是在手機的市場上面 那過去我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上個禮拜 蘇聯哥特別幫我們掌握到一則新聞就是 高通打敗聯發科搶到OPPO訂單 結果你看今天的新聞寫什麼 OPPO新訂單 聯發科到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迷惑對不對 好 我告訴大家 高通拿到的是高階 聯發科拿到的是中低階 那這一來一往之間 其實對於毛利率跟獲利的貢獻 就有非常大的差別 那未來聯發科他所期望的是毛利率的提升 而毛利率提升一定會來自於高毛利的產品 包括像是客製化訂單跟物聯網生態圈的放量 所以其實在聯發科的走勢上面 並不會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利多 就有所